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薛之谦当场大发雷霆 在明日之子七季六的决赛中 虚拟偶像赫兹和赵天宇同台竞技 不管是人气还是实力 赫兹显然都比不过赵天宇 于是在比赛前 节目组就跟薛之谦打好了招呼 让他跟赫兹投票了 这对最后结果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答应了 如果就光这场表演来看的话 我给出的是赫兹 然而事实确实 节目组摆了薛之谦一道 因为这关键一票 赵天宇惨遭淘汰 全场一片哗然 此时薛之谦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资本的圈套 合成就是要保住赫兹 为此不惜公然搞黑幕 于是谁也没有想到 薛之谦成了最大的变数 非常抱歉各位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晋级了 这场风波并没有被剪进正片里 却被在场观众排架传到了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舆论的压力下 资本也不得不妥协 赵天宇得以重返舞台 从那以后 明日之子就从直播改成了路过 其貌不扬的毛不易参加比赛时 几乎没有人看好他 只有薛之谦 一看是听毛不易唱歌 就经为天人 一直立报他 在毛不易因为人际跌 而即将被淘汰时 薛之谦才意识到 节目组看重的是流量 而不是才华 我是一个非常公正的人 子坤啊 你很帅 你很有心 你穿这套衣服 真的感觉都很帅帅的 我学毛不易 在薛之谦的保驾护航下 毛不易最终逆风翻盘 拿下了总冠军 以炮而红 那个夏天 才华战胜了资本 然而得罪资本的薛之谦 却付出了代价 从那以后 他被鹅场挖黑 再也没有上过鹅场综艺 另外 那段时间薛之谦的黑料 也是满天飞 即使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薛之谦大概也是没有遗憾的 如果早知道一时心软 会毁了自己的视野 何种海感当中 揭露内鱼的 这条黑色的产业链吗 之前有选秀节目的时候 有的公司 就是会直接 一股脑签 一百个想拿好 那几年内鱼选秀 搞得如火如荼 无数少男少女 都有一个名乡 各路公司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这时 何景却站出来 断人财路 他只要上了一个 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周正男 这一百个就不败钱 剩下的九十九个 九妈妈好好到你跟我解约 最后赚的就是你解约的钱 最低他能拿五十万一个人 如果这番话是别人说的 也许大家还不会相信 但是从何景嘴里说出来 杀伤力就格外大 然而 何景好心说出的这番话 却动了资本的战高 为自己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网友帮助了何景 以及快笨 其他主持人 收贵重仪品的事情 比如何景收到的 万宝龙钢笔 价格就在六千元左右 保温杯则是爱马 是的价格更加昂贵 这样一算多年来 光是何景自己收到的礼物 价值就高达两百多万 事情发酵后 甚至惊动了官媒 特意发文批评 而这件事也对何景的事业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甚至就连何景的私生活 也遭到恶意揣测 明明只是和朋友正常外出吃饭 却被外界打上了 不当交易的标签 还怀疑到了何景的兴趣向 更有甚至直言 被何景力捧的每一个男艺人 都和他关系为浅 那段时间 即使内心强大如何景 也几乎承受不了 被派到抱着周迅大哭 这件事怎么会造成 这么大的风浪呢 而且事情发酵的时间点 偏偏就在何景揭露 飞幕之后 这一切都不得不让人多想 在何景再次迎来生日时 曾经大半个娱乐圈 送祝福的盛况 再也没能重现 不少当红艺人都保持了沉默 只有寥寥几人没有避嫌 不免让人感叹 人走茶凉 不免让人感叹